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甚至结束也会很快 为什么 有技能点加成会这么强吗 但也不是 主要和排兵布阵比较有关系 现在是谁先获得十个积分 谁就是冠军 上不上比赛轮回七点五比二 蓝宇很被动 想要获胜 除了拿下擂台赛和团队赛 个人赛也至少要拿下一分以上 这样起码还能和轮回进行加十赛 保留获胜的期望 蓝宇的优势是战术 保守打法脱后更有力 因此个人赛获得一分将至关中 而余风 就是被寄予得分希望的那一 但是很可惜 遇上的是轮回的王牌 周泽凯 周泽凯被安排个人赛第一位出战 轮回着勇气和冲劲 对夺冠的想法 是相当的自信 为什么不让黄绍天上场 赛制上每个队员只能上场两回合 绍天很可能被安排成手类大将和团队赛的核心输出 游文州首速赛个人赛不占优势 余风已经是最好的人选了 而为了保存后续战力 接下来看你们的了 可人赛能上场的 就只有替补选手了 而轮回就从放弃周泽凯手类的决心看 出战的选手将会是对冲最强的 轮回又拿下一局 天哪 接下来的最后一局将迎来赛点 如果这次轮回获胜 那将是荣耀史上第一次 以前结束的总冠军决赛 让我们恭喜轮回赢下了比赛 他们创造了历史 这是轮回战队的首个 荣耀企业联盟总冠军 这是联盟中第五支冠军队 那么现在 职业联盟第八赛季 让我们恭喜新科总冠军 轮回战队 比赛被提前结束实在是太遗憾了 真没想到轮回在个人赛 就摆出如此强硬的姿态 黄少天你作为蓝宇的王牌选手 却在个人赛都没有出场 就结束了这次的决赛之旅 对此你有什么想说的吗 什么也不想说 什么也不想说 什么都不立即带来黄少天 他第一次人什么都不想说 他这么少 夺冠失利应该很失望吧 那请问郁文周队长 少天都什么也不想说了 我还能想说什么吗 不过是风头再来 梦想真或真照亮现在 热情和重新为开 不不期待 天空之心是你期盼 相信你能够出晚达 你和彼此战争喜欢 前几次街头云一散 魂山山出一人惊叹 这歌赛季不见不散 万不完美 结局又无不自在 只管尽情成熟精彩 追逐这心总想要扑来 哦耶 我用逆风而上 对我傻掌 指尖飞跃战 去瞬心万象 他那将我出场 天文变光无常 占覆我受伤罪 爱因难而生 只爱只望 一只战机天然 心中火光荣 要几张绽放 将叹双致飞翔 如梦没必要 每位升级 为喜欢加码 巧乐自邀您收看 精彩动画 男女和能回的人打得真激励 大神又在失望 搞不懂夜日 居然被发现了 这就是大神的观察力嘛 离这么远 刚刚应该没听到我说的话吧 应该没听到 美人任务刷新了 那怎么了 我人不居然上线了 老婆娘 上线来找我们 我把背包里的东西给你 识满了 差点 我们先去截毁人不倦 背包太满影响速度 好嘞 你一个人就识了这么多 毁人不倦在哪儿呢 收到消息 他现在在奥克城 那我们要赶去吗 不用 这边可在打工会站 毁人不倦来识荒 肯定不会错过这里 我们在这边找个适合识荒的地方 埋伏他吧 聪明 不过你们的背包还没清完 先等我再来一趟 嗯 他们就在这里干嘛 不用这么麻烦 哎 小龙 你也在这儿识荒呢 包还没有识满吧 啊 我我我我没识荒大臣 那正好啊 你帮包子还有小唐卸下身上的货呗 让我堂堂会长帮诗荒的卸货 那还不如诗荒的呢 这家伙也太能背了 他是板甲类之业 本来负重就高 那小龙 你和卓妍侠先回星星工会吧 OK 什么 我还要背到你们工会 嘿嘿 走吧 我带路 混人不倦马上就到 其他人和我一起 埋伏起来吧 奇怪 刚才还在这儿 腹中那么大 没道理跑远呢 找到了 这次原来你们连本带笠给我还回来 老大 老大 我们真的不用伪装一下了 不用 哦 这毁人不倦怎么还不来啊 奇怪 他们不是蛮复着过吗 小唐 包子 追上去 手不兑现 手不兑现 为什么他不可以抢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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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抢别抢 先别把他干掉 你的家伙真够狠的呀 全然敢主动偷袭我们 为什么 你们没有受负重影响 哦 是觉得负重大有机可乘 所以专程来偷袭了 可惜 你要是多点朋友 多点情报的话 也不至于消息赠之后 我们早把负重给亲了 蛋大包天了你 所以说呀 网游这个东西 一个人玩总是很辛苦的 还敢跑 好你是不要抢了 还是上次那句话 要不要入伙儿啊 哎 与其每天东躲西藏的 不如跟着我一起干 怎么样啊 哎 不会是直接关游戏了吧 哎 老大那怎么办 哎 还能怎么办啊 慢慢磨呗 先是慌 充实了仓库再说 哦 冠军就是轮回的 你不服不行 有本事打赢我啊 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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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带着人在人群里 狮荒 狮荒啊 实际在墙好不好 人太甚 大神又怎么样 区区三个人给我上 蓝蝎阁的人 怎么冲过来了 他该说我们狮荒 实在太高调了吧 怎么回事啊你们 赶我们干嘛 这话我要问你才对 你们一直跟着 大家压力很大 废话 我们要识荒啊 不跟着你们跟着谁啊 我 识荒者被赶跑 你觉得很意外 你们会后悔的 这是狂吓吗 不是 这是通知 等着吧 能力不让咱们识喽 他们快追上了 现在怎么办 想打打看吗 他们也是网游里难得一见的高手 面里也不错 反正顶多就是意思 较点经验较点装备而已 那老大 你先撤 我们掩护你 就这么冲上来 怕不是有什么阴谋吧 给我上最大火力 就 就死了 他们是来干嘛来了 刚才感觉怎么样 对手有点多 赢不了 直接和这么多人碰撞 当然是没可能赢了 这种情况下 要多多利用 可以利用的一切条件 激动作战 这也算是为挑战赛 练习的一环吧 大家过来一下 看看这是啥 什么什么 啥啊 抢boss阶段成果总结 不错不错 这才一个星期 你靠利索的呀 这一个星期 真是大丰收 这么多 光是前天一天 我们的工会联盟 就刷了七个boss 虽然材料是五家均分 但因为杀到的boss多 我们最后的收成 都可以超过一家大工会了 任重道远 继续加油 哎呀 那些抢不到boss的中小工会 肯定恨死我们了 残酷啊 残酷啊 收获比我预想的好太多了 这么下去 搞不好真的能在挑战赛里 创造奇迹呢 我就说嘛 老大这是最棒的 肖石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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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宣布 雷霆战队的队长 全明星选时 战术大师肖石器 已经转会加入家事战队 我相信他的到来 一定可以将家事战队的每一个人 契合地镶嵌在一个完美的战术体系当中 真的转会加入家事了 完了 还骗了保安公司的人 恰是这次阵仗够大的呀 张晴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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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吵死了 欢迎欢迎 请您谈谈转会的感想 离开雷霆战队 我心里是很遗憾的 这次转会 对我也是一次新的挑战 既然来到了这里 我期待能和新战队的队友 以及支持我们的各位 一起和家事走出低谷 再许三连贯的辉煌 张晴晴 张晴晴 张晴 张晴晴 张晴晴 张晴晴晴 张晴晴 张晴晴 张晴